中国的SUV市场是在五六年前开始呈现井喷的态势 陆续推出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车型 这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长安的CS75系列 堪称燃油时代家用SUV最优秀的典范 自诞生之初呢CS75系列就在不断向上 长安CS75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家用SUV的发展史 2014年长安CS75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很快这台家用SUV就成为了热门车型 依稀记的当时在北京的门店去询问价格 被告知还有加价当时真的大为震惊 可见这款车当时销售的火爆程度 2019年CS75家族呢在天心丁 推出了CS75plus车型 以更强势的产品力和竞争力继续引领着家用SUV的市场 来到2023年长安第三代CS75plus 以全新的姿态来继续维持属于它自己的荣誉 其实自诞生以来长安CS75系列 真正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国民SUV 如今长安CS75系列的销售总量突破了200万 也是SUV销量排行榜 TOP5唯一的燃油车型 真真正正的成为了销灌王车型 人们经常说 一个人想要成功 就需要自身不断的努力和经过足够多的历练 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一款车也是同理 之所以能够获得超过200万用户的认可 源于长安CS75系列自身强大的产品实力 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无论车辆的动力性能还是空间舒适性 亦或是可靠性方面的表现 用户的评价都是一致的出色 第三代CS75plus搭载兰京新一代发动能力 加爱信8IT的黄金动力组合 也是同级唯一标配爱信8IT的车型 可见其对于动力性能和驾驶体验的重视 并且8IT的稳定性也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很多家庭购车者都是非常看重可靠性和耐用性的 蓝青N1.5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38千瓦 最大扭矩300牛米 2.0T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71千瓦 最大扭矩390牛米 整体的动力水平一流 并且实际的驾驶感受也是非常的轻快 动力澎湃能够给人很好的驾驶信心和驾驶乐趣 这一点在同级的家用SUV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开车的人 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也会非常看重车辆的驾驶体验 试过这么多车 CSU Plus真的是能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车型 相信开过的人都会和我是一样的感受 家里的长辈身边的朋友也不乏CSU Plus的车主 给我的反馈都是这台车很有劲很好开 我相信这也是在当下新能源的时代 CSU Plus能够有如此成绩的重要因素 当然这么多用户认可CSU Plus不仅仅是因为这台车的动力性能好 大空间舒适性高 同样是CSU Plus身上鲜明的标签 为了大家有更好的用车体验 长安汽车对CSU Plus进行了不断的优化 在第三代车型上面 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了年轻化 现代化的设计 去迎合越来越年轻的消费群体 但作为一台家用SUV 整体的设计依旧非常的大气 在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浪潮下也毫不逊色 并且第三代CSU Plus在用车的舒适性方面优化的非常好 这是真正关系到我们日常用车的体验 也是让这款车能够在消费者中口口相传的核心要素之一 空间大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都想要的 CSU Plus车长4710毫米 轴距2710毫米 在这个级别绝对是个大家伙 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并且全景天窗的尺寸真的超级大 家人在后排可以有非常通透舒服的乘车空间 这一点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并且车内的空间灵活多变 第二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倒 后备箱的空间从620升直接增加到了1450升 并且车内的储物空间多达30多处 位置都很合理 能够看出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实用性 为我们日后的用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 第三代CSU Plus的高智能化程度 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用车体验 车内配备了双12.3英寸的液晶大屏 整体的配置非常的丰富 我们常用的梧桐3.0R语音交互系统 整体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并且也基本覆盖了我们常用的功能 像导航啊播放音乐啊开天窗啊等等等等 是一套真正可用的语音助手确实很方便 并且也支持高度的自定义 语音复刻功能可以将我们自己喜欢的声音 设置成语音播报的声音 就像我们用导航都喜欢听智灵姐姐一样 一下就让语音助手变得更加的有趣了 其实在第三代CSU Plus身上看到的是 长安汽车对于产品的严格要求 通过大量的用户的反馈啊积累来明确 当下这个时代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再配先进的技术前卫的设计 以超前的产品力来为大家带来极佳的用车体验 目前12月份购车的话 还可以享受全系现金优惠补贴1.5万元 在中国有句话说的好 老百姓说好东西才是真的好 也相信第三代CSU Plus会不断进步 继续引领着属于它的辉煌